也许你知道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 上海外滩有个情人墙 但你是否知道早在三四十年代 外滩的浦江游览 也是一个猎人们互诉中长 阅览上海的好去处 漫步在黄浦江畔 万国建筑灯火阑珊 焦香灰映 风景这边独好 而登上浦江游轮 在船头迎风眺望外滩 各式建筑临次至彼 彼尖而立 更是别有一番情趣 在袭袭凉风中 在摇晃的游船上 年轻人或喃喃思雨 或相拥远眺 夜上海的魅力 唇透浓郁 令人沉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像山有落 矿有脉 一个城市自有它的文脉 在上海是有许多东西 可以当作文脉来传承的 黄浦江激奠了上海百年的臣服 无疑是这座城市里最清晰的一条脉络 浦江两岸的老建筑成为了物化的历史和文化 而江面上的轮洞 伴随着滔滔的浦江水 也行事了一个世纪 过去路上交通是很不方便的 从市区到高交通 所以主要靠城水 那个是在石冷冻公司 那么石冷冻公司把铁 铁 主要是为交通了 到夏天外人就要靠城了 当日成为副链 我作为资链 所以那时候这个水比较接待 比较接待 虽然没什么实施这个水 把铁要作为交通工具 外人匆匆忙忙要准备好 作为游戇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 这种普普通通的轮渡 到了夜晚 就被老上海的轮渡公司 用作浦江游览的游船 虽然船上的设施非常的简单 可轮渡公司 却也花了不少的心思 那个时候 它这个 我进入阿泰 开到高交 一个内威营 虽然有点消耗我的舞 比如跳舞 身上见面对吧 跳跳舞 那我跳跳英文啥 没对吧 还有一些 还有一声就聚别过 四让风里 四让的风里 小几风啊 我这张照片 我没照到 因为这张照片来的 所以我 大陆光这个 美女 新浪新娘 最好礼貌 几个冰箱小孩子 给她老妹拉裙子 那就 江面上的婚礼 舞会 吸引了不少老上海 十某一族的目光 乘凉夜班 也成了市民出游的 一个好剧种 张先生就清清楚楚地记得 小时候跟随全家 乘传游染黄埔江的情形 我记得 德国家叫福光亚游 阿游 加法西大游福光亚游 一个水龄 有多有小 我成功在水龄 比较多 两人加倍 上都 越来越多越多了 德国家的百姓 他一个百姓方式 方法不大一样 那样是 一处四十五轻浪 一处车来的 一大堆 牙批上海 are the important 一家 像到江街 我对我 结果这样子 我还是小女人 而不认了自己 这样子 有钱 只要不得 就不成功了 可以 可以虽然到高教 当个列为 夜晚的浦江水靜靜地流淌着 时间改变不了一切 外滩的百年建筑 永远是黄浦江畔 最流光溢彩的风景 今天如此 过去也是如此 当然灯光也这么漂亮 一个人在大陆 外来启喻当中的海外 从越浦江推动 东东回地开始 一直到阿伯渡游戏 定来往直 几步就像方形又往直 西隔旅的风景比较好 当日 现在就 你找个母岳 20岁Ну能看到 你越来越让我戰 making 外观这就跟母岳 因為上海老有名的十四號木頭 叫個水可以靠木頭 學了整的內井東龍那台就十四號木頭 如果人家幾老地了 整的內井東龍那台就十四號木頭 你如果往北港嘛 老的港嘛有得漂亮 有得比較清爽 你如果往北港呢比較熱 在小水杯啊 小壺冷啊 小什麼什麼 都比較多 到底這個也許都這個像 老早江洋那個什麼 從東京不去的江洋那個什麼 都冷了就有一個 都冷了就進來的 但是一直往北港以外 其實已經一個木頭了 平時四路坡一個木頭 三個一個木頭 南鐵一個木頭 三個木頭 甚至來到外風景王大陸 還是一個木頭 這個木頭有得了 那這個已經一步一步到我去 漸漸的 在輪渡上游覽埔江兩岸的風光 成為老上海不少有錢人的一種 休閒方式 而對於普通市民來說 價格不菲的船票 卻多少讓他們有些望而卻步 這個票價 可以價 一百五個 供應居民 是神熱不了 神熱不了 神熱不了 我們這個學生一共三人 你唱 中級人上級 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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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中級的上級 他唱 然後 在當日關起來是相當口鼓的費用 這個符號經常經常不像 我已經擬了一次 像我加西多尼書 普桿亞一些旗鼓吃 所以現在好像沒聖誦 也沒多一場活動 告別白天的喧囊 夜幕降臨在這座城市 同今天的上海不圖 就是除了輪渡公司的遊船之外 江邊上還博有許多小山板 花上幾毛錢 租上一條小船蕩漾在江中 又是另一番情趣 我往普桿那些人有一種小船蕩 小船蕩嘛 你立下可能是霸道 那立下呢 你就是把那個警員 趁這個船蕩來讓得起 由來普桿亞有 要普桿亞到一直回去 警條回去不一樣 因為跟我說 上海嘛 已經不大年了 所以可能趁這個船蕩出去啊 我來不久了我啦 這幾年就是懷舊精采嘛 跟你想有 有一句我講 夜是一片寂寞好像 世上只有我們兩個 一個人我講 其實好像是趕了先不被人 其實一個 但是這裡靜悄悄啊一片 所以這個到一天為中國 那個影響了 對我剛起來日 我口沒命啊 約上三兩枝擠 在下夜裡租上一條小船 慢慢地搖到江心 是劉先生年輕時 覺得最愜意的事情 而那時候的那一份寧靜 也深深地烙在了劉先生的記憶裡 因為我不會鋪洗淋還有一點燈光 鋪東呢 會講燈光都不大意 所以隨時我把它鋪東 這時候武松河的車期一滴了 到石家寶都養護了 已經可以得到一些星星 上海了 還是可以不到星星 因為長得一批紅了 到一面就可以得到星星 那麼那個 您呢 特別舒服 因為那個夜風吹來 那上海了 沒有種米頭 那麼這個往福港呢 沒有水浸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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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來來往往 只可以接一批空框 好像是那個 石垃大魚一樣 這個是另外一種米頭 那麼您到了廢物的地方 中國想到一個 比較靜 比較藕營 比較特地濕濕的地方 那麼 那麼像我到了上海 那個福港也去 把弄得到那個地方 其實非常輕 非常容易 當老樓在隆隆的聲中煙滅 新樓忽然間在眼前 長成一片 與外灘隔江相跳的浦東 成就了上海崭新的一夜 而這又仿佛是歷史的重演 正如同外灘的百年的建築群 訴說著這個城市 足日的繁華與春暴 白天 在這些寫字樓裡西裝革履 英姿薄花的青年 是外灘最亮麗的風景 而夜晚 江邊那成窗成對的戀人 又是外灘柔和田徑的一面 當天的一個景點就是 比公寓的現在也好 有時候說 一至於兩年撒水 兩年撒水 兩年撒水 那個水槽是封起來的 那都開不成的 這個藥水已經登了上 都來得上的藥 濃縮了水槽的現在 都不開不成 要質疑這個藥水 有一個方向 又是帶人生涯 寄不來的現在 跟歐客就交過一天 帶著我去 眼裡想把這個地方 靠著這個地方寫藥 所以各個是一個 往復光的特徑 別人家是 不到我 不到我 不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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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有一個 由一位上海作家 在1943年的重慶這樣寫道 江邊有一艘停在那裡的牧船 上面擺了幾張牧房桌 賣茶 不禁想起上海的水上飯店了 昔日的黃埔江畔 就駁著這樣一條船 船上既可以品嘗中西明點 又可以淋江而坐 悠然自獨 欣賞兩岸的風景 四上飯店其實以這個 哪些工業無精 這個所謂四上飯店呢 人都在冷堆 一在冷堆是由於幾人 然後到上地去 去啦 去不想啦 上上去 可是四上飯店不開了 不開了 其實把他切回來 把他帶過眼鏡 這個 反正流動了 所以固定了 固定了 在這位置點上一杯咖啡 靜靜地看著流淌的浦江水 消磨假日時光 我親一年去親一時去 我後續到王浦江大客客 來工病呢 四上飯店呢 快講還沒好 客客人說 他們裡面一個菜的 大菜才倒好 我吃了後續 吃牛吧 整個滔牛湯 白咖啡燒的才倒好 那給一季呢 我正在吃個 給工 給八頭叫 來的地區 在這個 美國零食國 都不大可以的 那麼 沒高興 今天 錢老先生依然保持著 那份對於水的親近 有時他還會去老地方走走 尋找一下年輕的記憶 雖然那艘水上飯店 早已不復存在 對岸的風景 也就冒換了心眼 但滔滔的江水 依然沒有改變 文杜公司的季先生 與黃浦江打了一輩子的交道 可以算得上是一位老文杜呢 文杜帶給他的既有美好的過往 又有舊時帶些苦澀的回憶 在這個地方 我看過一隻 古時的一個冷度之功呢 苦得很 苦得很 比如說剛才講的 百貼客賣的 外面也可以由來 拿個做 沒工修子 一個禮包 一二三四五六七 就是禮包到禮包店還好 沒工修子 另外的輕貴家裡很多 我去過家裡的 譬如幾個女士港 上百萬千萬 我們裝著實體做出來上百 早也沒錢人買人 你如果這個大兵 你拿手裡下 讓他請給我開機規律的 上褲子給你下 射進去 船員畢竟對水 一種莫名的依戀 季先生在黃浦江上打拼了一生 從青年到壯年又到老年 船坡動態 浦江遊覽船 重新回到船上 看看浦江兩岸再熟悉不過的景色 不知道此時的他又會想些什麼 黃浦江是上海的母親河 伴隨著上海成長的浦江遊覽 見證了上海的歷史過去 今天 同處黃浦江畔的浦東 在沉寂了一個多世紀之後 奇蹟般的崛起 為浦江遊覽添上了最濃墨重彩的一筆 也為我們的城市展現了美好的未來與明天 當年的浦江依然是江水滔滔 當年在游船上一同吹過江峰的情侶們 如今已是白髮蒼蒼 但偶爾還會攜手故地重游 遙望浦江對岸 平濤千里的浦東 如今已舊貌幻新年 東方明珠正閃爍著珠灰玉映的奇才 與佔立了百年的外灘建築 隔江相望 昔日的浦江在今天依然展現著 傲人的風采 我是周亮亮 每個星期的這個晚上 這個時刻 讓我們相聚在時髦外婆 一起回味和領略 那些漸漸離我們遠去的 滄桑和風情 紅木家具本來是默默無語的 但是因為有了人的介入 原本冷冷的木頭也有了歲月的痕跡 一件小小的擺設 一個普通的衣橱 也因此承載了更多的情感記憶 下周的時髦麥婆 帶您去了解紅木家具的故事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上海是一座懷舊的城市 讓我們相聚在時髦外婆 一起回味和領略 那些漸漸離我們遠去的 滄桑和風情 作詞・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 作詞・編曲 李宗盛